抗議 因人設事 掩蓋真相 抗議 因人設事 掩蓋真相 因人設事 因人設事 掩蓋真相 掩蓋真相 還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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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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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黨部有一點操之過期 張華憲黨部幫我報警 張華憲黨部要幫我開組黨籍 那我套一句話 本事同同勝 鄉間不太急 為什麼這麼急 為什麼這麼急 是不是成像急 所以說 我還是向黨部 表示我一點 不是非常能夠接受的 那當然 欸 我要請教黨部 登記了沒有 登記了沒有 到底什麼時候登記了 我印象到 那11月18日 那為什麼會這麼做 後來我相信一點 因為我自宗要宣布參選以後 現在目前我的民調已經上升很多了 那尤其還有人跟我講 他接到民調 那後來暗中去打聽 好像是我現在目前 我的民調已經超過他們兩位 而且已經遠遠跟聽到有一位候選人已經拉得了 那所以說我本身的民調已經上升了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都沒有接到他任何的信息 其實我相信說 黨主席 吳敦日他本身的新制度 因為他錯了 他了解 為什麼 因為我本身是國民黨 唯一 所謂的合格候選 黨內初選合格候選 因為我也大膽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為了當初我去登記的時候 我有去請教馬英九前總統 以及劉兆顯前院長 包括行政院劉兆前院長 他們也跟我講 你不要怕 你是唯一合格的候選人 我今天才把這個事情講出來 所以當初那時候黨部 在辦理所謂的初選 我說句實在 我承認 我有去登記 我有參加初選 但是我沒有參與初選 為什麼 因為參加跟參與不一樣 因為我有去登記 那參與是因為他當初 另外一個候選人 他本身已經 為了當黨章第36黨規定 就有關於所謂的 排黑 排毒條款 那所以說 我把這個相關的一些信息 有跟馬前總統報告 有跟行政院劉前院長 劉兆成報告 而且劉院長跟我講說 你是唯一合格的候選人 因為這個登記你們兩位 而且他本身是排毒條款所開除的 所以絕對黨部一定要提名 那當然我登記了 但我沒有去參與初選 所以包括黨部他本身 不管是辦理民調的過程當中 我要請教總部 我有請董事長 你有同意叫我派人 一肩看肩聽都沒有 你自己黑箱作業 就這樣要來修理我 我認為喔 黨部有一點做得太過分 所以有很多人 抓我這件事 看得下去 所以我認為 國民黨回頭是岸 你要好好自我做一個檢討 我還是要強調喔 我和我們的立法委員候選人陳姐 都是非常的熱愛國民黨 那這個秉實的去年 我也是代表國民黨出來參選 那我講過一句話 國民黨缺年紀錄 而我願意為國民黨而努力 我還是遵守了我自己曾經說過的這些話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一件事情 忠孝要兩全 要整合兩全 我還是要強調 國民黨的出權機制是有問題的 所以很多人在問 為什麼你自己贏的選 你這樣不能贏 我說現在重點不是 陳姐是我的阿伯 這個重點 我還是要強調 因為國民黨的黨內機制 確實出了問題 為什麼排黑條款在第36條 另一位候選人 他是有販毒的紀錄 那為什麼黨章規定 我們地方黨部不能照黨章的規定 而設除了這個 什麼叫做我們塑集紀錄 什麼叫做不塑集紀錄 我認為這個是法學學者是可以解釋的 所以我還是要強調 我們做對的事情 支持對的候選人 所以說我認得國民黨 他旗節法律 他在那邊玩弄法律 所以我認得他本身要老罪的死亡 回頭死亡 救救國民黨吧 黨主席 吳敦李吳主席 救救國民黨吧 你愛他 我愛他